謝謝 風一動 達了兩百萬 打造新裝潢 新設備準備接客大賺一筆 新竹市府讓新經營團隊 進駐精品城後 商場變成這副模樣 廁所內小便斗竟然被放入 陸華標示根本不能使用 甚至目前還有手扶梯公告 停止運行 廠商批評就是要讓消費者 誤認為商場停擺 要讓和舊廠商 還有租約的業者自行搬走 新的廠商要全部蓋瓜承受他們舊廠商 所有簽進來的那些廠商的合約書 7月1號正式接手的時候 他竟然就把我們斷水斷電 政府他那邊是說跟他們沒關係 新竹戰前金品城日前宣布 3月15號正式熄燈 但卻鬧出足約爭議 業者控訴去年4月和舊廠商簽約後 才知道早在4月12號就換人經營 指控到7月 新廠商一進駐就斷水斷電不給營業 舊廠商寄公文請他們向新的廠商簽合約 但新廠商卻只願意簽到今年1月底 指控原本5年的合約都泡湯 為了要維持貴位 仍繼續付租金 但新廠商拒收貴位恐怕不保 另外議員也PO文爆料新的新秉城市內裝修圖流出 內容竟然想要改成長照和醫美大樓 又淪為首數人牟利的方式 對於這個設計圖的提交目前我們是完全沒有收到任何這樣的資訊 他們一接下之後呢也立刻 將我們市府過去積欠的這個3400萬的租金也都還清 高鴻安認為新廠商有完成BOT合約內容的話 就會繼續維持運行 不過受害的店家恐怕秀不出來 還得等司法還給他們一個合理的解釋 華視新聞 張明慎 陳志水 由於華 新竹報導